不过只要这个戏剧红了连带 当然这剧众主角身价也跟着分涨 像是在韩国的明星 个人或是团铁工作动向 还能够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现在台湾也跟上潮流 歌手Ella 陈佳化呢 推出了新专辑粉丝买单 公司的股价跟着大涨 股票呢 涨幅大约来到32.86% 公司的市值暴增有11亿 这么多Ella也多了一个股后的称号 而其实这唱片公司也签下了许多插画家 就是要将近的触角延伸到文创产业 企图创造更多的营兽 女子团体SHE单飞不解散 接连出个人专辑 这回轮到Ella 而Ella新专辑销售成绩好 更连带母公司华妍的股票跟着上涨 身为股东的Ella瞬间成为股后 分队的股票就会带你上天堂 不然就是会出套 老许会有没有 Ella新专辑4月14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发行 前一天收盘价为90.7元 不到一个月 5月8号周五的收盘价来到120.5元 涨幅高达32.86% 公司市值暴增约11亿元 你要问我对于财经的东西能不能理解 我真的不太懂 我只是觉得好像有赚到了 那就赶快卖就会赚钱这样 Ella儼然成为公司的金鸡母 SHE三人分进合集 各自发行专辑又能合体开演唱会 成为公司的超级硬票机 而华妍不只是经营艺人 还把触角延伸到文创产业 看中插画市场夯华盐 沿揽了著名的插画家 白白啾啾 爽爽猫 迷路 还有马来摩 多角经营图像授权这块 也让公司盈利更上一层楼 韩国娱乐圈的上市经纪公司多 明星个人或团体的产值工作动向 都能影响公司股价 裴永俊的Keyist 因为旗下金授权接演新系制作人 股价升值约40亿元 相当惊人 台湾唱片公司跟进效仿 将娱乐与文创结合 希望能带动效应扩大市场 记者证人中 郭欣廷台北采访报道